多年的收定的程序 今天是来到立法会这里进行首读和语读的 在今次的这个收定里面 其实我们对政府所提出的这些收定 我们是表示肯定和支持的 因为其实在过去来说 当我们提及香港的酒店和宾馆业的时候 我们的居民和市民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见 因为过去在这个牌照批发的时候 政府是没有考虑到我们附近居民的反对意见 政府在发牌的时候 也都没有考虑到有关大厦的公计条文 就算有限制性的条文 其实政府往往都是不顾这些限制 而批出这些宾馆或者酒店的牌照 在今次的这个收定里面 我们见到政府是回应我们市民强力的要求 将来在批出任何牌照的时候 都会审视这些大厦公契和地契 以及会咨询居民的意见 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些进步的修订的建议 所以我们是支持的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整个旅游业里面是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现在除了酒店除了宾馆之外 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旅客是在讲一些住房的一些共享 他们去旅行的时候 往往是参与一些住房共享的一些平台 去租用一些民宿或者一些住房共享的地方 但是在今次的这个修订的条例草案里面 仍然没有去针对现在新兴的这些旅游的习惯 去作出一些修订 所以我们期望局方在今次修订 当然是改变了一些没有尊重我们的居民意见 没有尊重这个公契的限制的这些做法 我们觉得是肯定是值得支持 但是我们也促成政府在未来的将来 也都要因应社会的变化 尽早去处理有关民宿以及住房共享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的话 也都会像过去五州大厦这些宾馆的事件 会带来居民的保安 以及是消防安全的这些问题的 谢谢各位 我看各位一号 谢谢 谢谢